5月12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,晒出了李邻玉混血儿子杰西的一张杂志大片照。 照片中的杰西穿着一身西装坐在沙发上,一副金矿眼镜让他看起来斯文又禁欲,与此前的阳光少年气大不一样。 杰西的颜值一直都颇高,从小时候的照片来看,还非常像演员无类,尤其是那一双眼睛。 杰西跟妈妈合照时,一下都是瓜巧的样子,龙眉大眼,神粹的五官杀气逼人,眉眼之间必须可以看出李邻玉的影子,不过脸上的混血感,还是像极了父亲。 李邻玉对儿子一直都十分重视,他还曾带着儿子同台演出,当时杰西染了一个金色的头发,看上去爱豆瓣十足。 杰西在台上登台演唱也丝毫不怯场,虽然只穿着简单的卫衣裳裤,但轻松随意的台风,也吸引了不少视线。 李邻玉也时常会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和儿子的照片,看起来小力捧儿子进军娱乐圈的心,也是有些急切了。 李邻玉因在八六版戏游记中,饰演玉兔精而被观众所熟知,也曾诸过天歌皇后,前妹子的经九十张个人专辑,还因此获得了奸唱片奖,演戏唱歌两不悟。 1995年,李邻玉遇到了富商结尾,两人相诗后,很快就坠入了爱河,更是在两年后就宣布结婚,夫妻俩还要了自己的孩子结析,一家三口的生活可以说是幸福美满。 但遗憾的是,这段婚宴也只维持了六年。 如今,李邻玉也已经有53岁了,虽然现在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,但从她偶尔在社交平台分享的动态也可以看出,她现在的生活幸福美满,可以说是活成了最舒适的状态。 优优独播剧场